各位介绍一煲清润汤水 红萝卜 煲盒掌瓜 盒掌瓜两斤红萝卜 差不多有一斤 有蜜棗 原肉 沙心肉粥 白盒 池实 耳米 还有微豆 南北杏 这样 要生意米 我不要熟意米 这煲汤 很清润 有小粒的南北杏 又有大粒的南北杏 各位看不看到 这煲汤 其实 应该挺好喝的 我瘦肉不会加那么多 我喜欢加多些瓜菜和药材 沙心肉粥是滋肺的 南北杏也是 是很滋肺的 沙心肉 除了滋肺 又可以提气 可能 对这个现在的疫情 有少少帮助吧 我都不太懂的 因为这些都是对滋肺 对肺 上呼吸都有帮助的药材 池实是健康 原料是安神 蜜棗是滋肺 这样 下齐材料之后 用大火 最大的火 就是滚15分钟左右 接着 转中火 都是滚三四个字 然后用小火 全部下齐材料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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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滚起 煮大约1个小时 看见它切成汤 就行了 不需要煮那么久 煮那么久 老虎的汤就没有益 会令到有痛风症 飘零 我瘦肉 就会切完 我用肉眼 虽然瘦肉 也会切成白色 白色的 会令到那些汤 很肥肥 很肥肥 这样我就用盐 散完 洗回去 再用熱水 用滚水 拿6块瘦肉 这样煮 汤就不会肥肥 就有益 希望大家可以试 喝一下这个汤 是不错的 很好喝的 你用这些药材 煮红萝卜 合掌瓜 又得 青红萝卜 或者红萝卜 煮切瓜 因为煮汤 一定是辣红萝卜 各位 先说一下 下次再和你们 介绍其他东西 拜拜